企业全网服务器备份案例模型 我这里的很简单 假设公司里有一台web服务器 数据很重要 一般坏了数据会丢失 零档要求你 把数据在其他服务器上 做一个周期性的定时备份 要求如下 每天晚上零点整 在web服务器A上打包备份 网站目录并通过rthing 推送到备份服务器上保留 备份失录可以是 在本地按日期打包 然后再推到备份服务器上 要求如下 都要backup作为目录 web服务器没有站点 要假定这个站点 你把它创建出来 然后web服务器 是不是先打包的backup 目录下 对不对 保留七天 不能要太久 然后要在备份服务器上 做结果检查 这是备份服务器 那他备份成功没成功 对不对 那你要想一下 怎么能让你备份结果是对的 当备份结果说今天没备成 今天备的结果不对 要发到要发油箱管理员 这个原来是选择 现在就把它变成 对 必说的 我们28期大神多 我的要求也要提高一点 你说还有 你备份服务器上是不是也会买 备份服务器上留180天 180天以后的删掉 然后备份服务器上每周六的数据都保留 每周六的数据都保留 咱们视频有 有应该是有这个讲解的 如果没有 我现在就给你找 我先退出 好 打开老师的博客 然后找这个他的课程 在这里面收一下 哎呀不行 全网 备份 全网服务器 数据备份解决案 这四点 一定自己至少要憋三个小时以上 然后再看 憋完了 憋会了 也看一遍 好不好 一定要认识看一遍 然后 这部分是免费的 大家自己找时间看一下 我希望周一的时候 有同学来讲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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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比我这好 这样我就不用 不用再讲了 好吧 周一要能讲的比我好的 我送我下一本 下一本书 如果 如果出的话 我希望我们水平高的来讲这个 当然水平差的 你可以在小教室提前讲 周一可以提前讲 周二那天来讲的一定是水平高的 所以我们希望水平高的能够换的时间 去做一下 你把我这个至少要看两遍 自己先自己做一遍 把我这看两遍 然后去做 这里面包括怎么来 怎么保留一周的 怎么保留每周六的 怎么扇180天的 还有一点 我怎么认为我这备份是正确的 好 而且我这个备份的是不是正确 我验证的还比较科学 这里面有很多技巧 然后我们 这就算扣着页了吧 扣着页 AWK 熟练 我们 我们里导 还会给大家出 出一套 全是AWK的题 我们 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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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于50分的 给本组买一瓶红牛 你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把书主那块 要稍微再精通一下 那块是工作中 面试是闭口 这个是面试闭口 将来人在面试说你给我AWK 你给我把这几个地址做一个去虫排序 对不对 他说给你电脑你给我做一下 不需要 我就说就行了 对不对 AWK 然后是对的 实在不行 我拿笔给你写一下 咱不用上级一条事了 写完就是对的 牛逼成 万一错了也无所谓 你别说写完就是对的 你就是写 让他看 他一看 他就不用验证了 说白了 他可能不太会 我问你 你写个大概就行了 对 让他懂 不是说你懂我懂就够了 让他相信你是会的 不是说一定给他正式答案 明白吧 我你会我会 我相信你会 第二 那么今天讲的RS1C 实际上首先要知道备份服务器 企业为什么有备份服务器 然后通过RS1C来实现备份 实际备份 我们今天讲的是相当于是一个手工 手工备份 那咱们 咱们的作业 咱们的作业里边 你能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备份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定时任务备份 对 它是一个定时任务备份 这是一个全网备份 它能够普及到将来你有一百台服务器 然后一百台服务器全往这一台上备份 它不吃这么一个 可以往大了扩 然后 预期 预期下节就是实时同步 实时同步 大家觉得是讲NOT5好 还是讲S1RS1C好 我给大家讲S1RS1C好吧 这个我跟你说 我们至少有五期没讲了 咱们这期 我是给力的支持你们 你们要不要努力支持我 第一个支持我 很简单 这些上加个1 我们这个班将近120人 加个1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支持我 就是作业 确实还要保持住 我们班已经很不错了 我已经挺满意的 但是拿到C和D的 你再稍微挪点力 稍微挪一点点 好不好 你会发现咱现在讲的内容 你是不是感觉有点越来越轻松了呢 没有像一开始 又命令 又这个那个的 你看我这个就是这么点东西 第二 我们下一个会讲 网络 文件 系统服务 NFS 对 嗯 下周二 下周二 呃 呃 我们可能这样讲 我先讲网络文件系统 NFS 先这样讲 然后把网络文件系统 对 把NFS 实时同步到I think 啊 实时同步到 备份服务器 看没有 这还是起案例 我 我是 有这个角色 有这样一个需求 然后我们用这个工具实现需求 而不单单 讲这个 这个这个用法 嗯 就稍微高级了一点 所以 下节课 时间还是非常紧 大家一定要预习 我可能会稍微快一点 快一点点 嗯 然后 下节课 下节课 零 找一个同学 来讲解这个企业案例 你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希望你在下面 至少这要讲两遍以上 再来上遍 然后最后我要把它 在我叫CTO 扔上去 将来你面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给他 你说 这是我实现的项目 嗯 然后我们 我们下周就要放假了 好 我们下周 4月份 我们下周二是最后一天 七八九十 一是放假时间 二号 二号要上课的话 能来 有没有不能来的 举个手 好吧 那算了 那我们三号上课 好不好 三号不能来吗 三号是周二 不是三 五月三号 五月三号上课行吗 七 好吧 五月三号上课 这样咱就没耽误时间 二号能来学校吗 二号就上知习了 要求知习来 点名 肯定要点名的 二号要来的 因为你 你要 你要收心 收一点 要不然你直接来上课 你心没收回来呢 然后三号 我们 三号讲 SH批量管理 然后我们的 同学 我们的班长 可以准备 SourceDeck了 三号讲完 SH 你就直接分享 SourceDeck 有三号 差不多吧 给你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然后 五月五号开始讲 web服务了 就讲web服务了 我们web服务 一天 两天 三天 我们应该五月十三号左右 五月十三或者五月十七 就基本上七重架构就能完成 你 然后就要开始 就要开始自己 数值了 把老师讲的这张图 搭出来 然后有一些扩展的 需要你去完成 啊 然后你们都搭完了 咱们到前面站往这数值 每个人要讲自己是怎么做的 啊 然后数值完事之后 有我们老师再给大家把那个拓展项再讲 再给你讲 讲一下 但拓展项我会提前把视频给你 让你要练一下学习能力 然后拓展项都讲完 这七重架构就能就这模型 基本上百分之百吧 差不多应该是百分之百 方向墙没有 咱们没有应该方向墙 顺利基本上都有 把这个给搭完 然后后面就开始上数据库课程 数据库我们差不多要大半个月吧 然后sell大半个月 然后后面还有大概有三周左右的时间 啊 就是这么一个规划 大家应该七月份就可以毕业了 七月份 这个看我们一个进度不一定 不一定 好吧 下周咱有去机房参观 机房参观 无论来不来得及啊 下周参观 2526 26你们去不了 26你们必须要上课 就25号一天去多少算多少 剩下的就无一回来去吧 好吧 然后去去机房参观 有几件事宜 当面给大家说一下 参观事宜 第一 第一 要写参观 总结 发布课 第二 第二 安全 安全 一个是你们的人身安全 一个是机房人家设备的安全 你别当着给人家设备 啪一拔 人家损失几十万 这些全是自己负责 老男儿教育 免责 如果不同意 对不起 你们不用去了 所以你们的安全 自己负责 回头我们的班长会列一个表 需要大家进行签置 出去玩要买保险的 去机房就不用买保险 反正没有去过的要去一下 你说我在机房已经工作5年了 那你就别去了 咱们咱应该有在机房干过的 对 你就不要去了 我跟你说 这个餐馆你就去一会 下回再让去 你都不去了 但是你没去过 你就总觉得是个事 然后 网络班等等 你就自己解决了 除非有时间过来 一般就没办法解决 然后还有什么吗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继续努力 现在来讲应该每天学习应该到12小时了 应该到12小时了 不能再10个小时了 不够用 然后自己往后复习 往后复习 好 我就到这 谢谢大家 有 好 我 我 谢谢大家